PPT的首页的格式有点问题啊 因为在我的电脑上是非常好看的 到这为什么变成了这个鬼样子啊 这不叫合戒啊 感觉在下上棋对吧 楚河汉戒 这个课的名字 这一节课的名字叫戒合 戒在前面和在后面 是这样的戒合 这是2015年山东东营的一个中考题 上一节课我们也是一次中考题 对不对 也是一次山东的中考题 这次也是山东 最近这个山东的题目出现了 就开始比较频繁了 山东题目 大家不知道发现没发现 比较爱考小说 上一次我们考的也是一篇小说 这次还是 这次的小说叫戒合 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有新进来的新同学 如果有的话 那前面我就不说了 我觉得学54课 每次我都说 你们不是你们不听吐 我会我会自己说吐的 所以如果有人不知道阅读为什么难提分 以及不知道这节课到底怎么上的 你自己回去听 从第一节课的时候听一节课啊 就刚报名的同学 呃 你正好可以每个周多听一节或者两节的回放课程啊 然后在那些课上你能够听到我们对这个课程设计思路的一个讲解啊 我今天就不说了 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题目 今天的小说叫戒合啊 是一个希腊人写的一个小说 呃 我都觉得这个好奇怪啊 叫萨玛拉基斯 这个外国人的名字很奇怪啊 萨玛拉基斯 对吧 听也不太好听 希腊人都特别喜欢叫什么斯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发现啊 你去读古希腊的这种戏剧啊 古希腊的文学作品 对不对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河马史诗 因为他的名字特别好记 但是他里面就各种斯什么阿基留斯啊 什么的啊 你去读古希腊的悲剧作品的话 有好多什么斯 古希腊三大悲剧家 特别叫索夫克勒斯 呃 欧里毕德斯 还有一个叫埃斯库罗斯啊 然后他们写的作品叫各种斯啊 比如说这个埃斯库罗斯写的叫背负的普罗米修斯 然后这个索夫克勒斯写的叫俄迪普斯 欧里毕德斯稍微好一点点啊 他的最有名的作品还是不带斯的 所以呢 今天这个小说呃 从这个内容上来讲 其实古希腊跟咱们有一点有一点区别啊 包括呃 他写的这种小说就很明显不是中国的这种小说的范本 不是这种模式 但是呢 这篇小说我觉得选的特别好 因为 就能够体现出外国小说我们怎么去读 就是外国的小说是咱们在考试当中有时候也会考到的 呃 读外国的小说呢 你就不要过分的去纠结或者说去思考他的这种字句 前词造句 啊 有时候读中国的小说我会带大家去分析说作者用这个词 这个词好在哪 但是如果你去读外国的小说 其实呃 他更多的不是前词造句上的功夫 更多的是他想表达的这个主题你得能够抓住 但是不管是中国小说还是外国小说 其实我们去解析他的方法 方法跟方式是差不多的 比如说依然啊 我们要先看题目 依然要先看这个题目 题目叫戒合 什么叫戒合 戒合你们可能读不懂 对不对 比如说啊 夏向奇同学可能觉得啊 什么楚河汉戒就是 戒合 和戒 对不对 那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一个题目 他的他的这个名词很新鲜很难懂 比方说这里的戒合 比方说上一次的小说叫冰壶 冰壶这个题目其实也不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能不到的这么一个词 怎么办 很简单 他的方法就是你先把它拆分 看他有哪几个语速构成啊 戒合这个词 两个基本的语速 一个叫戒 一个叫和吗 非常简单 啊 那戒是什么 戒当然就是分界线 和就是一条和 那戒合是否就代表着一条和组成的分界线 这个时候我们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但是读题目的时候永远是要把你的大问题变成小问题 或者说你要令那个大问题没有目标 你是一个漫无目的的大的问题 就是说这篇文章到底想说什么 但是看了题目之后 我们总会得到一点点线索 比如说这篇文章 他想说的主要的内容一定跟戒和有关 一定跟戒跟这条和有关系 所以我们在读文章的时候 你要你要读完了题目就知道这篇文章我又读的重点是什么 我要试图弄清楚的是这篇文章当中的戒跟和啊代表了什么东西 或者说这个作者啊 他写这篇文章到底要用戒和和表达哪些东西 所以这是咱们这个读完题目之后可以得到的一些线索和思考 我们就接着带着这样的小问题来读文章 好 不管这个题目叫什么垃圾丝了啊 我们直接进入到文章当中 第一段这么说的命令很明确 禁止下和洗澡 你注意我把和标红了 因为和出现在了题目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这里告诉你说和是什么呢 和是禁止下和洗澡 不准你去洗澡 同时规定沿岸200公尺内为禁区 河岸是禁止接近河岸的 你就连走近他200公尺都不可以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 我们要接着弄清楚这个理由 就是为什么不准靠近这条河 是这条河有毒还是怎样 我们要看下去 第二段 大约是三周以前 他们来到了河岸的这边驻扎下来 对岸就是敌军 你注意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就是在战斗时期 那这条河其实切割开来的是 两个不同的阵营 敌我双方对不对 就是打仗的双方 作战的双方被这条河切割开来了 给隔开了 那为什么不准下河洗澡呢 为什么禁止走到这个河岸200公尺以内呢 是否跟战争有关 当然这个时候一定跟战争有关 但是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后看 但这时候你要明白 这个河题目当中叫戒和 这个戒字 我们慢慢的开始发掘它的内涵了 这个戒代表什么 代表着边界是什么的边界呢 是作战双方的边界 换句话来讲这条河因为战争而成为了两拨人的边界线是不可逾越的 甚至是禁止你到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好 我们接着到下一段啊 当然后面有一句话说通常敌军被称为那边的人 你注意这个那边是什么东西那边 这个那边就是河的那边 对不对 那边是不是河那边 在那山里那边海的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啊 这个地方是河的那边 对吗 所以敌人跟我军用什么来区分划清界限用这条河 好 看第三段 河两岸的纵深处境是茂密的丛林 林子里面驻扎着敌队的双方的部队啊 进一步明确 OK 合格开的是两方的军队作战部队 根据情报 那边有两个营 但是他们并没有发动攻势 谁知道眼下他们正打了什么鬼算盘 与此同时双方都派出了哨兵隐蔽在两岸的目的这个密林里面 戒备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情况 也就是说两边这个敌我双方都不会过这条河 至少目前来讲都没有行动 不会过这条河 但是大家都有着戒备啊 如果你过这条河可能就要完蛋啊 完全有可能 因为他前面讲了 禁止你下河洗澡 同时规定了禁区 为什么 一定是因为有危险 记得他们出敌此时时 还是春寒料桥 春寒料桥就是呃 刚刚度过寒冬春天还没有完全到来啊 然而几天前却突然放晴 现在竟然是明媚和煦的春天了 说现在竟然是春天到 这个地方又变成了一个环境描写 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讲 讲这个小说的三个要素的时候 我们提到过啊 小说三要素 回顾一下啊 环境人物和情节 我们上一次专门特殊讲到了环境的作用 我们讲到环境四大类作用 对中心的作用 对人物的作用 对情节的作用 对环境自身的作用 对不对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这个地方明显是一个交代了环境 一方面这部分的环境 他告诉你的是这个故事发生的一个背景 另外一方面 你注意这里讲到说现在的天气好不好 环境好不好 说环境非常好 明媚和煦的环境 那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于这个小说想要表达的主题 到底是不是有作用的呢 我们要去想啊 比如说如果后面他发他在这样一个明媚和煦的环境当中发生的是让人觉得很温暖的事情 是不是正好就呼应了这个主题 但是如果反过来 这个小说明明讲的是明媚和煦的春天 但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冰冷的 那是不是有可能是从反面来反称了这个主题 所以我们要去想这样的问题啊 因为这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戒合 而且前面是一个两军敌对 看上去就是绝对是不能越过任何一线的这样一个冰冻的状态 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他强调外面的春天明媚而何煦 这个环境描写一定是有他的作用 而且我们基本可以推断啊 我们可以推断 他的作用很可能是反着的 就是很可能后面的这个故事发生的是就是冰冷的啊 交锋的这样的感觉 那这样就是一个反称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题目叫戒合 题目叫一个边界 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后面发生说两军化敌为友 那这个时候这个明媚的春天就变成了一个呼应和铺垫了 我先告诉你在一个明媚的春天 接下来告诉你 比我双方化解了恩怨 大家握手言和 总之这个地方一定是有作用的 我们在读到这个小说的环境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 小说三要素每一个都非常的重要 好 我们看 第一个偷偷前下河的是一位中士啊 这里说当然就是之前了 说刚刚来的时候啊 有一天早晨中士下河潜入水中 不久当其爬灰此案的时候 内下已经中了两弹 后来只活了几个小时 这就是说有一个第一个人啊下河去了 然后完事之后被人打死了 第二到了第二天 一日又有两个士兵下河去了 没能再见到他们 只听到几阵机枪的扫射声 然后就是一片沉寂 此后司令部就下了那道禁令 好这里反过来做了一个这种叙述方式叫做插序 对不对 就是把之前发生过的事情突然间啊 插进来告诉你 那你要去想一个问题 这里明着告诉你的是交代的是这个 为什么司令部下禁令 不准大家进河令啊 因为之前死了好几个人进去就死进去就死 所以不准进河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大家要进入河中 为什么要下河呢 比如说中士为什么要偷偷前下河 中士都已经死了 为什么第二天又有两个士兵下河 这个河对于大家来说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对这些战士来讲这个河有什么吸引力吸引着他们要进去 这是我们必须要弄懂的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你没有弄懂的话 这篇文章 戒河你只明白了戒这个字 你只明白说这条河 它是两个部队之间的分界线 但是你可能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大家要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入到河中去 所以我们要带这个问题去回去回到文章中去找啊 找答案 然而那条河依然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所以这个时候很明显在这一段当中 他将要告诉你会有什么诱惑 比如说一听到潺潺的流水 渴望就从他们的心底油然而生 这句这段一定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沉下心来逐字逐句去分析了 一听到潺潺的流水 为什么在心底会油然而生渴望 是他们太渴了吗 还是怎么样 就为什么一听到流水声 他们会觉得渴望 流水只有两个字 一个叫流 一个叫水 那么他们的渴望一定只有两种情况了 从流水这个目前交代出来的信息来讲 只有两种情况能够吸引他们 一流动着的东西 这是吸引他们 二水 这是吸引他们 如果说水吸引他们 有可能是他们渴了 有可能是他们脏了 对不对 如果是流动着的东西吸引他们 那就有可能是他们的生活太呆板了 他们过的生活太僵化了 所以这种流水才能够吸引他们 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我们要往后看下去 两年半的野战生活已经使他们变得棚头垢面 拉里拉他 好 读到这里 你有没有马上发现这个河流吸引他们的重要原因是什么 原因一 可以使他们的身上变得干净清爽 但是你要注意了 这里明着告诉你说他们为什么这么脏 不是这些人不爱干净 不是这个大邋遢小邋遢 这些人天天就特别邋遢 跟晚安时事的不爱洗脸不爱洗澡 不是 说的是两年半的野战生活 他们已经经过了两年多的在野外的战争的生活 所以这样的生活使得他们身上非常的脏 换句话讲 他们想要下河是因为身上脏 身上脏是因为长期的战争 你要弄明白这个逻辑关系 好继续 在这两年半里他们享受不到一丝的快乐 哎 这里有意思了 这个地方没有告诉你说在这两年半里他们身上一点都不干净 或者在这两年半里他们没有洗过一次澡 或者在这两年半里他们身上总是脏的 不是 他说在这两年半里他们享受不到一丝快乐 这两年半就是战争的两年半 换句话讲 在战争的时间里 士兵是享受不到任何快乐的 这是一个对什么东西的吐槽 这已经不是对这些人身上多脏的吐槽 这是对战争的吐槽 看出来了吗 换句话讲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告诉你 其实这个士兵下河的理由是因为他承受了很多战争带来的不快乐 所以他要下河啊 好 我们把这个给大家写在这里 正是因为战争不快乐 所以士兵要下河 那为什么河能够解决他们的不快乐 在这里起码有一点 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出来的一点是能够清洗干净身体 对不对 可以清洗身体 但是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原因 我相信一定不是 为什么 如果只是因为脏 他们才下河 就不会去讲享受快乐这件事情 享受快乐绝对不仅仅是洗澡的快乐 把自己身上洗干净的快乐 还有可能是什么快乐 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快乐 一定有 但具体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我们要带着这样的问题继续往后看 看这条河带给士兵的诱惑和快乐到底是什么 以及这篇文章当中对战争的吐槽到底是什么 所以你明白 我们看题目的时候明确了这篇文章阅读的线索 或者解开文章谜题的金钥匙是戒跟和这两个字 那么接下来在读的时候 我们就不停的围绕着戒跟和去提问 读到这里 我们慢慢的思路就开始清晰 方向就开始清晰 我们要解答的问题是 为什么这个和这么吸引他们 对不对 好 继续往后看啊 看下一页 这该死的命令 那天夜里他愤愤的诅咒到 所以你看这里告诉你说士兵 他是希望下河的 他是不喜欢战争对他带来的这种拘束的 当然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人 他这一定是小说的主角 我把它标红了 因为我们讲小说三要素 环境人物和情节 这里面的核心其实还是人物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诅咒 这该死的命令 从前面看起来因为他不能洗澡 但是不是因为这个人有洁癖 所以他 他这个诅咒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肯定不是 那因为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咱们要继续往后看 夜里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远处滔滔的河水声萦绕在他的耳机 仿佛注意这个地方 仿佛家乡节日演奏的合唱 令他不得意思安宁 这里太重要了 为什么 如果仅仅是因为他想洗澡 他才想下河的话 你在睡不着觉 咒骂这该死的命令 辗转反侧的时候 你不应该说 河水声仿佛家乡节日的演奏的合唱 让他不得安宁 而应该说 河水声仿佛一堆咬人的跳蚤和狮子爬在他身上 让他觉得不得安宁 他为什么要把它比喻成家乡节日的演奏的合唱 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 打比喻剧 绝对不仅仅是随便比喻的 他要么反映作者的心情 跟作者要说东西有关 要么是跟这个人的心情情感有关系 小说当中人物的情感有关系 这里很明显 河水声让他想到的是家乡节日的演奏的合唱 那请问这是什么东西 家乡是不是想家了 节日是不是那种很快乐的日子 合唱是不是这种情感的抒发 那是什么东西阻碍了他对家乡的这种情感 对节日的情感 对合唱的情感很简单 是战争 换句话讲 战争的不快乐在这里又可以出现了 战争可以 让他们怎么样 战争使得他们怎么样 使得他们远离家乡 对不对 使得他们啊 没有这种节日的快乐 开心 而且使得他们 第四啊 韩老师那你来打啊 我就不打字了 第四对吧 使得他们失去了这种唱歌的快乐 就是作为一个人啊 抒发自己情感这种快乐 没有 所以他说这个河水仿佛这种东西使他不得安宁 那你要明白一个文学家一个写作品的人他其实真正不得安宁的理由一定有说我想家了也不得安宁啊 我想念家乡的节日了我也不得安宁我想念家乡节日的唱歌了也不得也不得安宁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些东西跟河水又有什么关系 跟河水声又有什么关系 河水声我们讲哗啦啦啦啦流动的声音让他响起了家乡的合唱 进一步的明确的是这个河水吸引他的地方是流动感觉自由 对不对 这个流动流动的河水啊另外一个吸引他的地方是自由 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有两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原因在吸引着这些士兵 第一是河水可以清洗他们在战争当中变得肮脏的身体 当然这个肮脏在这儿还只是表面上身体脏了 但是否这里有隐喻我们啊你们你们这个呃尤其小学的同学可能还搞不明白 但是如果是上了初中甚至更高高中的同学走到这里的时候你要多去想一下 这个肮脏很有可能是有隐喻的啊 我们后面去讲这个隐喻的问题 先去讲说第一个理由河水可以清洗他们的身体啊清洗他们的身体 这个身体在战争当中变脏了 第二是河水可以给他们带来自由快乐的感觉 对不对 哎你在里面洗澡啊在里面游泳啊感觉很自由很快乐 怎么知道的就从这儿就能看出来 OK那么看就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啊 对明天要去他一定要去让那禁令见鬼去吧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些士兵对于这个战争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至少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主人公他对于战争态度什么样 但是很反感 他是渴望干净干干净净做个人 渴望很自由的 对不对 所以继续看 其他的士兵正睡得很香 最后他也渐渐进入梦乡了 他做了一个梦一个噩梦 你要注意了 所有小说里面的梦都不是真的梦啊 这个作者完全可以不写的呀 因为这个梦完全从内容上来讲跟这个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没有任何关系 他不可能说我做了一个梦 接下来这个梦境实现了 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梦的意义在哪呢 梦的意义不在于这个小说里面将要发生的情节 而在于作者想表达的东西 我们看这个噩梦是怎样一个噩梦 首先他见到他一条河 又是这条河 河就在他的面前 期待着他 你看他用的这些词 expecting 对不对 expecting 就是说在期待他 为什么叫期待他 这个河是什么东西期待着他 他站在岸边 要跃入水中 河这个时候仿佛有了自己的灵魂 有了自己的性格 有了有了这个人格化 那河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很干净的人 可以给他们洗净身体 可以让他们得到心灵的短暂的自由和舒适的人 对不对 河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说他正在期待着他 他站在岸边 要跳进水里 一瞬间那条河竟然变成了他的恋人 注意 在这又出现了 那么战争使这些士兵远离的是什么呢 远离的是家乡 远离的是干净的身体 远离的是这个非常舒适的生活 自由自在的快乐 远离的是爱情 发现了吗 这里变成了他的恋人 一个肤色又黑 年轻见美的姑娘 他正带他奔来 对不对 可是他没能朝他跑去 因为一只无形的手 仿佛紧紧的绝住了他的后背 那么这只无形的手是什么 是什么东西 阻止这一个士兵 这一个人 让他变得不再干净 让他远离家乡 没有自由 让他远离了爱人 是什么 这只无形的手是什么 你看出来了吗 就是战争 残忍的战争 所以这个梦 其实这个噩梦 是战争带给人的心理的心灵的创伤 是这个东西 这个作者想要表达的 其实在这里 如果你像我这么分析的话 读到这里你应该明白 这篇文章他想表达的是对战争的控诉 战争是压抑人性的 是泯涅这些美好的东西的 他使人变得脏了起来 身体脏 当然心灵也一定会变脏 对不对 而且使人这个失去自由 远离家乡 远离这些 这个美好的一切美好的事物 远离爱情 他醒了过来 筋疲力竭 天还没有亮 好继续看 终于来到河边 什么叫终于 finally 什么叫终于来到河边 终于的意思就是 到这非常不容易 克服了很多困难 才叫终于 对不对 以后歌不是那么唱吗 叫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什么叫终于等到你 我如果 一上来 就直接你就来了 这叫终于等到你吗 肯定是我中间等了好久 并且克服了很多困难 所以终于来到河边 你知道他要追求这个河 带给他的这种快乐 很不容易的 那这个不容易是什么的不容易 这里有没有告诉你说 他翻山越岭 或者过了几个这个士兵的这个少岗 或者说怎么样子 挣脱了绳索 跑到这里 是不是外在的阻拦 并不是 是他内心的阻拦 一方面他是有禁令的 他要去克服这个禁令 他要去想说 那我是要犯违犯禁令 是不是要承担后果的 而且再一个就是有死亡的威胁 对不对 这是有很重很重的心理负担的 所以这个终于指的是 他克服种种心理负担 一是自己人 就是自己这方 司令部发布的禁令 带给他的心理负担 另外一部分的心理负担 是来自敌人 随时可能射过来的子弹 带给他的心理负担 克服这个心理负担 而这两个心理负担 说白了是一个共同的东西 带给他的 是什么呢 是战争 没有战争 就没有司令部发布这个 没有战争 就没有对面射来的子弹 所以这个终于是终于克服了战争 带来的心理负担 他来到了小河边 那你要知道是什么力量 吸引着他 克服这么重的心理负担 是美好的东西 对不对 是这种人在里面可能自由的感觉 游泳的感觉 身上很清爽的感觉 这些东西美好的东西 迫使着他 促使着他 使他克服了战争带来的心理压力 来到了河边 好 我们继续看 他停下脚不注视着他 瞧这河 你要注意这句话 瞧这河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赞美 对吗 他在赞美这条 瞧这条河多好啊 瞧这河 他赞美的是这条河 换句换讲 他赞美的是 这条河实际上所代表的这些美好的事物 他们多好 一连几个小时 他都在担心 这只是一种想象 甚至只是他们的一种幻觉 一种错觉 这么美好的东西 其实就在他们的面前 但是由于战争的原因 他甚至一度觉得这个东西不存在 因为他们从来不敢进去 于是继续说了 天气多好啊 你看这里又说天气好 一个这么好的天气 春光灿烂 明媚何续 对不对 又有一条这么好的河 换句话讲 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他却怎么样呢 他却不能进入到河岸边 哪怕 哪怕这个200公尺以内 更不要谈到河里去游泳 这都是被禁止的 这是一件多么可惜 多么压抑人的事情 是什么使得人变成这样子 是战争 所以你要明白到这儿其实你应该渐渐明白了 他为什么一直要渲染说天气真好 河水真好 这些美好的东西你却不能享受 这是不是实际是对战争的控诉 这个好比说你是一个吃货 同时你还喜欢打游戏 同时你还喜欢泡脚 我先告诉你 有最好的泡脚的这个池子就在你的面前 然后面前就放了你最爱吃的东西 而且就有一个这个手柄放里面 你就可以打游戏 但是你不能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写作业 所以这时候我说这些东西说明什么 说明你对作业这件事情深恶痛绝 表达了你对作业的控诉 如果我问你说 请问我为什么要写着力的去写这些东西多好吃 香味多香 着力的去写这个泡脚的水有多好 着力去写这个游戏有多好玩 为什么 为了反正这个作业有多可恶 对不对 压抑你的这种不让你爽 那这篇文章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他要着力去写天气有多好 河有多好 河水的这个吸引力有多大 都是为了控诉这个战争 竟然不让你啊 河就在你面前 不是有多远 就在你面前竟然就不让你过去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他把衣服和枪靠放在树干旁 把衣服和枪靠放在树干旁 他是带着枪的 纵身跳入水中 疑似就一等到啊 似是等到的意思 翻译的原因啊 这里用了个文艳词 一等到他呢赤裸的身体进入水中 承受了两年半的折磨 是不是又对战争的控诉 折磨啊 他呢 迄今还有两颗子弹 刻下疤痕的肉体 你看身上都已经留着战争的创伤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一个受了战争创伤的人 有身体的创伤 两颗疤痕 还有心灵的创伤 会做噩梦 会受折磨 顿时感到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这里非常有意思 小说写 这个士兵脱下衣服 跳到河里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那这个人是不是其实才是真正的这个士兵作为一个人 才是他自己自由自在的这个人 那如果我们把他反过来说啊 反过来说你要注意这个逻辑关系啊 如果你反过来说的话就是 一个士兵在正常的情况下都不是他自己 只有当他脱掉这身军装 放下枪 跳到河里 融入到这个美好的自然环境当中去 他才变成了他自己 也就是说战争使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本来他就应该是河里这个人 是衣服 这身士兵的衣服和这把枪使得他变成了另一个人 变成了一个士兵 一个在战场上面厮杀的 没有可能就不顾人性的或怎么样的这种士兵 对不对 这篇小说写的非常有趣 你继续往后看 无形当中 宛如有一只拿着海绵的手 扶过他的全身 为他抹去这两年半中留下的一切印记 这个印记表面的印记当然是脏东西了 对吧 把你的搓搓你儿板 把这两年半里面的泥给你搓了 但实际上是什么 留下了什么印记 留下了是像你一样的其他的脏的东西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对人性的泥灭 战争当中有的时候打仗 你是不顾人性的 对吧 你看是个敌人 哪怕说他很惨 他没有什么错 你一枪过去把他打死 所以他在这里仿佛说要把两年半当中留下的一切印记都抹掉 抹掉身上的脏的东西 抹掉心 心灵上面脏的东西 同时好像也会抹掉战争带给他的这种创伤和这种拘束啊 对自由的限制 仿佛全部都抹掉 于是继续环境描写 左右两岸鸟群在自由的飞翔 有时他们盘旋在他的头顶和他亲力的打招呼 你看 我这个时候如果我问你说这个环境有什么作用 你发现他在着力的强调什么 自由 亲切 那换句话讲 战争使人怎么样 使人不自由 而且使人不亲切 明白吗 人跟人之间是敌对关系 而且你没有个人的自由 他扼杀了你的作为一个士兵的自由 你作为一个人的自由 对不对 你上场打仗吗 你没有自由了 那同时他还把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的糟糕 不是一般的糟糕 所以这又是一个反尘 一直在讲外面的环境多美好 多自由 多亲切 同时告诉你 其实你作为一个军事 这个这个军事作战当中的战争当中的士兵 你是不自由的 你跟人的关系是非常坏的 甚至是厮杀的这种关系 血腥的关系 对吗 表达了对战争的控诉 好 继续看 他十二扬勇 十二侧勇 任凭自己随波逐流 这句话就讲出来 他在这条河里得到的是自由 所以这条河可以给他带来什么 带来的是身体的清洁 带来的是自我的释放 对吧 人性的自由 对不对 暂时把战争那些不好的东西都抛开 那能不能够带来亲切呢 能不能够带来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啊 不再是你是敌人啊 我跟你之间是敌人 我要我要打死你 或者你要打死我这种仇对的 对吧 仇杀的这种对立呢 我们继续好好看 至少到现在为止 他说已经把这个他自己给解放了 能不能解放 他跟别人之间的关系 小青顺流飘下的一根树干出现在他的前方 他一个长前试图抓住树干 他果真抓住了 这恰巧 他恰巧就在树干的旁边浮出了水面 真是太妙了 你看 为什么真是太妙了 因为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 真是太妙 可是就在这瞬间 他发现又在30公尺开外的前方 有一个脑袋 好 他发现了一个脑袋 这个脑袋到底就是一个脑袋 还是实际是一个人啊 这人死的活的 不知道 但是啊 如果 如果你跟我训练了这么久 你脑子里面一直会找问题 会找暗示的话 你发现你看 在这里其实有一个暗示的 自由和亲密 他用环境在前面已经开始做铺垫了 这条河带来的是自由 这种改变 对不对 变得自由了 能不能变得亲密呢 这一定是一个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能不能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不再是仇杀关系 所以他这里说前方有一个脑袋 一定是一个活人 而且一定不是自己人 一定是一个敌人 那接下来就是考验 这条河两个原本是敌对的人 原本是这个啊 生死相搏的两个人 他们现在对吧 都这个光着身子赤裸的在这条河里出现了 他们的衣服都在都在这个岸上 他们的枪都在岸上 他们的队友 他们的立场全部都在岸上 这两个人会怎么做 我们继续往后看 他停下来想仔细看清楚 对方也看到了他 好 很明显这是一个活人了 对不对 也停了 想两人面面相去 这个面面相去非常有趣 想想一下两个人对吧 从两边明明前面还大大大大大开火 突然间两个人都偷偷的 其实都渴望着到河里来 你就明白不光是他们渴望 对岸也渴望 敌人也渴望 砰两个人进来了 结果偷偷的游着游着游 两个人都很舒服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敌人 在一瞬间面面相去 这个词说明什么 说明这两个人一时间犹豫了 僵住了 你要去想他们为什么僵住了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 比如说你跟你的同学在河里面 突然间游着游泳 两个人远远的看到了会不会面面相去 并不会 因为你们俩人说你怎么也在这 对不对 或者你俩没那么熟的话也很高兴 你也在这里点点头 或者说你俩这个关系一般 你就各自游各自的就完了 但这俩人面面相去是矛盾 是内心当中在搏斗 什么跟什么搏斗你要去想 第一这是一个敌人 对面是一个敌人 第二是什么在跟这个敌人的这个立场不斗呢 是他自己的本来的人性 这只不过也是一个人啊 对不对 到了这条河里大家都是放松 都找到了自己 所以这个面面相去 这个僵局就非常有意思 他是什么跟什么的僵局 是自由平和 或者换句话讲是和平状态下 一个人真正的自己跟战争状态下的自己在僵持 他他在想我是应该把他当一个正常的人 还是应该把他当一个战争当中的人 这个僵持是一个和平跟战争的人性的僵持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段 书的他又回一下子恢复到了原来的自我 你看这个原来的自我指的是战争当中的这个人 也就是说战争当中的他跟合理的他根本不是一个人 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呢 很明显合理的才是完整的 他完全的是这一个人 对不对 是他自己 而岸上的他只是被战争改变过来的一个杀人的机器 已经不是他了 但是这个原来就非常有意思 这个原来表面上讲说他原来其实应该是那个样子的 是个杀人机器的士兵 但其实啊 其实这里有控诉 控诉的是已经把人给变了 那个真正的他自己已经没有了 只剩下了 对吧 马上变成了一个士兵 那为什么会一下子就恢复了呢 很简单 两年半的战火 使他们变成了这样 同时这个地方翻译的非常好 翻译的这个词叫洗礼 这仿佛战争也是一条河 你把它理解成两条河 战争也是一条河 是一条罪恶的河 杀戮的河 这里有一条自然界当中的明媚的 和煦的自由的亲切的河 他平时在那条沙路的罪孽的河里泡久了 身上越泡越脏 自由没有了 整个人也很压抑 现在他终于跳到了这条河 但是在这条河里 他才待了很少的时间 而且在那条河里泡了两年半 那个惯性使得他马上回到了那个杀人的杀戮的状态 他说一下子恢复到了原来的子 所以这个战火的洗礼不是真的洗礼 而是战争让他对不对 就是另外一条河战争的河 让他越洗越脏 越洗越丑恶 他无法判定对面那个人是否是自己的战友 还是那边的人 他们都经的戴若母鸡 好两个人继续僵持 这个时候就作为士兵在僵持 因为这个时候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那一个喷嚏打破了平静的僵局 非常有意思 来了个喷嚏 这是他打的喷嚏 像往常一样 很想 紧接着对方开始向对岸快速游去 这一个喷嚏使得对方反应过来 这个人不是我的战友 也就是说面面相去跟平静的僵局僵持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他们俩面面相去的那一瞬间僵持的是内心当中真正的人性跟战争使他们产生的杀戮 这两种冲动相驳持 但是平静的僵局是什么心理呢 是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的战友 直到他打了个喷嚏 那个人一下子明白过了 这个人我绝对没见过 我绝对没见过这个人 于是他开始快速的向对岸游去 而他也分秒必争 他一看对方往那边游 马上知道这是敌人 我也赶紧走 两个人使尽全力游向自己的岸边 他们要干嘛 一逃生 第二搏杀 他先上了岸 奔到那棵树下 一把抓起了枪 还好对方刚出水 正朝自己割枪的地方跑去 好这个时候他已经占了优势了 他举起枪开始瞄准 士兵的惯性 对不对 战争重新变成了一个战争机器 对他来说要打中对面的脑袋实在再简单不过了 对方赤裸着身子在20米的地方奔跑 这简直就是一个活靶子 非常容易打 那他会不会开枪呢 开枪就是战争的杀戮的这条河占了上风 但如果他不开枪 就说明那个自由的和平的那条河占了上风 到底是哪一条 不 他没有扣动扳机 那边的人就在对岸 恰似娘胎里出来一样 赤条条的意思不过 哎呀这句比喻又是一个作者想说的东西 为什么非要比喻成娘胎里出来一样 他就想告诉你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 泯灭了大家的面貌 使得大家杀来杀去 不共戴天之仇 其实我告诉你从大家从刚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谁都是一样的没有人说是这个国的军队那个国家的军队是战争把大家变成了仇人 对不对 所以当他看到对方赤裸裸裸的时候 一丝不挂的时候 他仿佛想到的是什么 想到的就是人最本出的样子 想到的是人的真正的那个人性 所以他站在这里也赤裸的身子 他不能扣动扳机 这里说他没有扣动扳 这里说他不能扣动扳 为什么不能 因为他心里面的那个真正的人性占了上风 两个人都是赤条条的 意思不挂 没名没姓 没有国籍 没有穿军装的自己 那个人跟自己一样 这个时候没有区分 我们都是人 人怎么能自相残杀呢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 对不对 人怎么能自相残杀呢 而在这样一个状态下 他突然间意识到这个问题 说你看对面是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 我怎么能杀他呢 他不能扣动扳机 他觉得此刻这条河没能把他们隔开 相反却把他们联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这条河不再是一个分界 而是唤醒了他心中对人性的 这样的一个最本出的啊 这样的一个心 对不对 一下子意识到了 原来我是一个人啊 原来他也是一个人啊 这条河不但没有把他们隔开 反而把他们连在了一起 所以你明白这个戒和的这个戒很有意思 戒指的是分隔了啊 楚河汉戒隔开了 但是在这里这条河还有一个意义 就是他是他是仿佛隔开了这个战斗当中的两方 却使得战斗当中的两方意识到其实他们是有共同的 他们都是人 对不对 这个结合很好玩啊 又是分界又是联合的地方 当对岸枪声响起时 这句话说明什么 说明对方跑到了枪旁边 也拿起了枪 看没开枪呢 开枪 他只是瞥见 有几只鸟被惊起 你看他前面提到过这几只鸟在干嘛 还记得吗 在自由的飞翔 战争结束了这种自由 鸟被惊起 他倒了下去 先是颓然跪下 接着整个身子直挺挺的扑倒在地上 我问你为什么这个作者不直接写 他倒了下去 扑倒在地上 为什么要先是颓然跪下 再扑倒在地上 第一 当然是因为这么写更细致 第二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这个词 颓然跪下 这是一种绝望 跪下 这是一种屈服 在战争的面前 他本来想保持人性 但实际上你看 在战争面前 你想保持人性 能不能保持住 保持不住 对不对 他的这种很理想的想法破灭了 那这篇文章写到这就结束了 这个文章在写什么 戒和在写什么 他在写的是一条和 这条和隔开的是战争的敌我双方 但其实他控诉的并不是这条和 他控诉的是和对面的真正的隔开两个人的分界的东西 是这场战争 是战争 战争使人两年半丧失了人性 战争使人失去了自由 战争使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再亲密 而变成了仇杀关系 战争使得这么好的自然环境下的一条河变成了一个禁令当中的不能触碰的地方 他把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给抹杀掉了 读到这儿你就明白整个文章作者想表达的东西了 这是一个写的非常好的 非常漂亮的文章 我们接下来看第一题 从全文来看小说开篇叙述司令部的命令 以及相关的内容有什么作用 好 这道题很明显 让你回答的是开篇的作用 对不对 回答开篇的作用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看参考答案了 看参考答案 你就明白开篇有哪些重要作用 我们在这里大家可以简单做一个总结 开篇的作用有哪些 第一开篇可以点题 开篇就可以点名主题 那这个禁令 跟他想要控诉的战争 是不是其实也是有关系的 这个主题 所以这一条里面 这个答案没有明确的说出来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写上去 开篇 这个司令部的命令是一个禁令吗 禁止大家下和游 其实就是对人性的一种约束 暗暗的呼应了这个小说的主题 这是一个作用 对主题 第二开篇交代背景 对吧 交代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 这是可以的 第三为后面的做铺垫 或者说对人物的命运设计伏笔 预示着故事的结局 那我们现在来看 从逻辑上来讲 开篇可以有什么作用呢 开篇的作用无非这么几个 第一 对中心的作用 第二 开篇自带的作用 开篇自带的作用可能有哪些 有 焦带背景 有 这个 埋下伏笔 不能叫埋下伏笔 叫设置悬念 就是开篇自带作用 就相当于我们上次讲环境作用的时候 环境对环境的作用 这开头自带一般有这么一些作用 交代一下背景 试着一下悬念 对不对 那这里没有设置悬念 当然 这里其实有一点点 对不对 就告诉你说 为什么这个森布会这么命令 不知道 那有可能你达上试置悬念 没有问题 第三是 开篇是不是可能对后面有作用 对后文的作用 可能有哪些作用 可能有伏笔 可能有这个铺垫 伏笔跟铺垫是不一样的 伏笔是 这个相当于埋下线索 铺垫是说我将来要干这件事情 要讲一个什么东西 提前先告诉你一点 比如说在这 他后面要讲的是这个司令部 为什么要下禁令 所以在这首先告诉你 这个东西叫叫铺垫 伏笔铺垫 还有一个是结局 这是不是对后文的作用 所以你看开篇的作用 其实就这三条 一对中心 二他自己 三对后面 对他自己 对他后面 不可能就在前面了 他前面没有 他是开篇 第三就是对中心 我们从这三个逻辑上去回答问题 所以这个答案里面 讲的是交代故事的背景 就是对他自己 对后文是铺垫和伏笔 但如果你能够答上 这个一上来之后 设置了一个悬念 包括说这个对于中心的揭示 对于这种战争压抑人性的这种控诉 肯定是更好的 肯定是回答更好的 这是第一题 我们来看接下来第二题 只要说明小说情节的两种特点以及作用 情节可以有什么特点和作用呢 我们先来看答案 答案上说了是这样的 起伏跌宕 这明显就是说情节的波折 对不对 写文章要跟看山一样 对吧 苏树有句话叫文四看山不洗瓶 不能是瓶瓶的下来 一定要这个波折有折腾 那这个作用就是张持有之扣人心弦啊 吸引人嘛 接下来啊 他又提到一个叫主线 换句话讲 这里是线索 就是这个情节设计可能是根据一条线索来的 比如说这个临教头风雪山神庙的线索就是环境 用那个下大雪来当线索 串起来 第三是结尾出人意料 好 那么 读了这个我们回过头来总结一下 我们总结总结小说的情节 我们如果去分析小说的情节写得好 可以从哪些角度去分析 这个情节的角度可以有这么几个 第一 好 我们我们在这里总结啊 情节的角度 情节分析的角度 第一 叫做这个波折或者叫做起伏 情节与情节之间波折起伏 第二 线索 对不对 我们可以去根据线索这个层面去分析这个情节 第三 结尾出人意料 结尾 那这是什么呢 这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情节大线 这叫波折 然后穿起来的东西叫线索 最后他的结尾出乎你的意料啊 叫结局 从头到尾的一个逻辑分析 我们可以这么去赏息情节 比如说莫伯桑的项链 我们我们换一个例子啊 莫伯桑的项链 有读过这个的同学吧 呃 就是讲这个马蒂尔德小姐 对吧 呃 就要去参加舞会啊 然后借了朋友一个项链 最后把项链丢了 然后呃 然后只好自己再去买一个项链送给朋友 结果花了特别特别多的钱 然后整个十年期间都去还都去这个为了还高利贷 拼命干活 拼命干活 干了十年 自己从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变成了一个对吧 变成一个大妈 这个感觉 十年之后把账还清了 还清了之后 偶然得知原来那个项链是假的 就是莫伯桑的一个特别有名的小说 那如果我让你去分析这个情节设计怎么分析 第一波折 借项链 对不对 戴项链 丢项链 还项链 最后发现项链是假的 是不是波折 很很有很有这个起伏 第二线索 以项链为线索 穿起所有的内容 使得好处 你看这些词你要学会 学会用啊 使得这个文章前因后果特别清楚明亮 对不对 就跟有个 就好像把珠子用一根线穿起来 这个线索的作用就是一下子的特别清楚明亮 第三结局出人意料 形成逆转 对吧 然后发人深思 啊 就这样一些作用 所以很多同学说老师 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子自己在下面去这个做题啊 我给你的这个建议就是你要学会总结这个参考答案的模式 比如说这道题啊 读了这道做了这道题以后再让你去分析情节的作用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从哪些角度入手 我可以从波折的角度入手 我可以从线索的角度入手 我可以从结尾是否出人意料的角度入手 那每一个点有哪些好处呢 这些好处关键的用词你要记下来 这就是答题术语 我们跟大家讲说你的你的这个得分不高啊 除了说你你这个这个文章读不懂之外啊 在答题角度上要么你就是分析要求没分析明白 要么你就分析明白了 你压根不知道这种题怎么回答 比方说情节特点分析怎么回答 情节作用怎么回答 不知道 那我们就要根据答案去概括这种规范的答题逻辑和答题术语 以后再碰到你就加进去 如果再碰到这里面没有的 你还要再往里加 明白吗 你应该有一个自己的这个规范的答题语库 你要明白这里面哪些题型 我要从哪几个逻辑上去加 不断的完善自己的答题逻辑 是个自己的逻辑特别强大 并且在每一条逻辑下面用很规范的术语去回答问题 这是我们真正用功的方向 好 来看第三题 试着概括小说当中这个人的人物形象 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很简单了 这要题我就简单说了 因为咱们上一次课时候跟大家讲过小说主要就是讲人物的 那你要概括人物形象 肯定要通过前面这个人的种种的心理活动 对吧 我们叫语语叫什么叫这个语动心神外 或者叫外语动心神啊 都可以外貌 外貌就外表啊 这个点一般不太能发现啊 然后 这个语言 这里没有什么语言啊 动作 神态 心理 这里面最常见的是什么 很明显 这里最常用的是心理 这些其实都是心理描写 对不对 这些其实都是心理描写 尤其是这一大段 这一大段 这很明显是心理描写 所以你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从我们从头开始看啊 这是他第一次出现 他愤愤的诅咒到这该死的命令 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厌恶战争 渴望自由的人 是不是从这能看出来 啊 希望能够跟人之间和平相处的人啊 家乡节日演奏的 你注意 合唱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细节 就是和这个字 其实都是能看出来的 他为什么不说家乡节日的独唱 是家乡节日的合唱 合唱是人与人之间这种密切的关系 战争当中 人跟人之间是冰冷的关系 甚至是血腥的关系 所以他是一个一方面讨厌战争 渴望自由 另外另外一方面 他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这个从我们后来他爬到岸上去 没有开枪 也能看出来 对吗 啊 然后 渴望自由 人与人之间啊 跟人渴望和谐 对不对 友好相处 并且 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很敏捷 你看 快速游去一把抓起枪 狙一枪开始瞄准 要打中 非常简单 说明他是一个有战斗经验的人 他不是因为说我在战争上很笨 我是个战斗中的菜鸟 所以我才讨厌战争 不是 跟这个没关系 他是一个很敏捷 很机灵的人 但是他也讨厌战争 因为他渴望自由 他渴望人人之间的美好的这些东西 所以 我们回过头来讲 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特征 我们可以去概括 比如说 向往自然和平美好的生活 有善良的人性 对这种扼杀人性的战争呢 有着反感 同时又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战士 激紧而敏捷 你明白这个答案怎么做出来的吗 其实就是通过这个小说分析出来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反对你去背背这些答题的套路 说分析人物形象就从哪一角度出发 如果你没有读懂这个小说的话 有时候有些东西你分析不出来 比如说对人性的扼杀的反感 这个点你或者对这个残酷的战争的反感 这个点如果你没有读懂文章的话 你恐怕很难把它分析出来 第四题 对自然环境描写的作用 我们刚前面讲过了 环境的作用 从逻辑上讲 环境自己的作用 可以渲染气氛 可以交代背景 那在这里肯定可以交代背景了 对不对 然后环境对人物的作用 这么美好的环境 这个人是个很美好的人 对不对 善良的人性 唤起了对人性的善良 所以这肯定要写了 对人物的作用 对情节的作用 是不是这个环境 在这个环境当中发生这个情节 对情节有推动作用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环境这么美 这么好 他可能也不会在这里怎么样去游泳 对吧 还有对情节发展的推动 那有没有对中心的揭示呢 还是有对中心揭示的 这么美好的环境 就是被这个战争的恶杀了 所以表达了这个作者 对战争的控诉 所以我们这四个点其实都可以答 当然这个参考答案 他只答了三个点 我们来看这三个点的角度 第一个角度 反射出战争的残酷丑恶 表达他的这种 反对战争 互换人性 反对战亥 互换人性的愿望 这是不是从主题角度 中心角度去回答的 环境对中心的作用 第二个很明显 环境对人物的作用 第三个环境对情节的作用 其实还可以达一个环境对自己的作用 就是 这个环境描写交代了接下来故事发生的背景 当然没有渲染气氛 如果这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候 那就是渲染气氛了 但他只是一个很平和的环境 很好的这样的描写 那就是交代了他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环境下 这样的一个背景 我们把这条也可以达出来 好 第五题 如果将小说的结局分别改为以下两种情况 请你谈谈你的看法和理由 你先读这个题目 你要注意 这个题目让你回答什么 叫分别改为以下两种情况 那么你答的看法和理由 是不是应该对两个情况都去回答 也就是说 第一 你要回答 如果我把小说的改局 这个结局改成 他最终扣动板机 将那边的人杀死 你怎么看 为什么 第二 如果我把小说的结局改成 双方都没有开枪 各自回到了自己的营地 你怎么看这个结局 为什么 你明白这个先把题读懂 对不对 你千万不要把它读成 一或者二 我选一个 我选二是因为怎么样 你这就是要 起码就是要扣两分的 所以我说读题很重要 读懂了题之后 你再去想这道题 怎么去解 他让你谈的是看法和理由 看法就是这个结局好不好 理由 为什么 对吧 那如果说他最终扣动了板机 将那边的人射杀 这结局其实不太好 因为他前面一直在讲这个人 厌恶战争 讨厌命令 在这里面发现了自由 然后而且前面一直在讲讲这个人是内心当中渴望美好的东西 最后还扣动了板机 如果我真的改成这个的话 不太好 但是也不是不能改 我也可以说可以 这就更加强调了战争是多么的可怕 他把一个本来内心当中有这么强大的向善的力量的人 把一个这么渴望人性美好的人仍然变成了一个杀戮的机器 这就进一步的控诉了战争的可怕 也不是不能改 第二双方都没有开枪 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结局 可以啊 对吧 两个人对吧 两个人光溜溜的啊 你也没开枪 我也没开枪 两个人都在这条河当中得到了洗礼 大家都啊 洗去了这个战争带给他们的这样的肮脏的东西 而唤醒的内心当中最善良的这一面 所以两个人没有开枪 也符合这个小说的主题 怎么说都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两点 第一题目让你干什么 第二 这个作者真正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啊 这个主题是对战争的控诉 你不能说啊 我回答这个第一啊 他最终扣动板机把那边的人射杀 这个非常的合理 为什么 因为他的射他的这个射射射枪的技术非常的高超 不得分 为什么呀 压根就不是这个作者想说的话呀 作者想探讨的是人性跟战争的博弈 对不对 他们两个之间的搏斗啊 到底谁能占上风 肯定是对战争的控诉 所以这种题啊 我们讲你一定要看上去是很开放的 但你一定要读懂题目的要求 同时结合你对文章的理解 尤其结合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来回答这道题才能拿到满分 所以我们底下的答案的事例就是一个事例啊 但是我们要去分析说为什么这个答案是可以拿满分的 因为他符合这样的要求 并且他对于作者要表达的东西是紧密围绕着去谈的 好那我们讲到这里 今天这节课也结束了啊 今天这个课也结束了 那我们这个明天 明天呃我想想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五点钟吧 四点钟吧 明天下午四点钟 我们在群里给大家讲 这次的作用